在80年代,和成龙传过飞闻的女星很多,除了《吴启力小龙女》这段恋情之外,成龙还曾经和合作过的一位日本知名女歌手何何奈宝子也传出过一段恋情。 这是1988年,成龙和何何奈宝子合唱《午夜晚编前》,成龙唱完了之后还亲吻了他一下。 何何奈宝子和成龙交情深毒,这已是香港和日本两地艺人控制的事实,这个长相甜美,性格活泼的日本女星,让成龙对他一片置信和痴心。 何何奈宝子在日本久享盛名,亦是歌星亦是影星,他以甜美的歌喉,出味的演出,以及性感的身材,深受广大日本影迷的追捧。 在日本,何何奈宝子出道很早,先是以他的歌声征服了日本歌迷,接着又涉足了影台,于是心运横通,不少日本少年将他当成自己的青春偶像,更有许多少男在自己的寓所贴满了他的影像,视他为梦中情人。 何何奈宝子之所以受如此之多的追捧,一个极重要的原因,不仅仅是他拥有青春运营的形象, 而且他还有抖落无尽的性感。 他虽然不是第一个在舞台上公开展示自己性感的女星,却是一位十分大胆,而且极善于表现性感的女子。 何何奈宝子是一名演员、歌手,1963年7月24日。 《乐半小夜曲》是李克勤演唱的一首乐意歌曲。 由何何奈宝子作曲《向怀雪填词》,收录于李克勤1987年12月发行的专辑《命运符号》中。 1989年,李克勤重新灌录该曲,并收录在同年9月。 今天的珍贵影像,我们来看一段邓丽君和何何奈宝子同台演唱的日语版的Love Story。 和邓丽君同台演唱的女星并不多见,我们来看一看在这段演唱中,谁更能打动你,谁的演艺更胜一筹。 和邓丽君同台演唱的音乐 和邓丽君同台演唱的音乐 和邓丽君同台演唱 和邓丽君同台演唱的原文